今天星星特别好 对啊 特别好 因为你可以偷偷见到 偷偷见到你 哎呦 偷偷见到 哇 这么厉害啊 yeah like this 这么准吗 yeah 你这个鞋不会滑吧 那你不要摔倒了 摔倒了我来赎你 哎呦哎呦哎呀哎呀 哎呦哎呦哎呦 他们是平平无息的保龄球天才吧 就是这样这个球就很稳 哎呦 李老师教的真是太好了 这个你看好 哈哈 这么厉害的 你在这儿跟我演戏 来了发现了 展开 姐的球来了啊 好可爱 展开 歪了 掉下去 掉下去 哈哈哈 他们那些好欢乐哦 嗯 你这样真的不会把齿霞 不会啊 不会啊 不会 那个啥吧 不会 他一直在关心她 他真的很会关心女生 他其实有一个 专用美甲 但是见于我这样的玩家呢 就是 又开始吹 又开始吹掉 这是什么 哦 他们两个真的蛮甜的 他们已经进入佳境了 你觉得我戴眼睛好看还是不戴眼睛好看 我戴眼睛会比较阳光 但戴眼睛也挺好看的 就不一样的味道 嗯 哎呦 你看眼睛毛好长 哦 哎呦 哎呦 天啊 你也可以天啊 哈哈哈 破功 他就回答我可爱 他就回答我可爱 你怎么让我学习 为什么只有我呀 看我的好不好 看我的 我说我打不动我 为什么打不动我 我看你这不是挺有力气的 他们这聊天我能看一天 哈哈哈 真的 女生如果遇到这样的男生 这个些动作会很心动吗 我告诉你这个我可要好好说一说了 我要怎么讲 哈哈哈 如果这个男的我觉得还不错 跟他接触过程中 他这样我会觉得哎还不错 但如果这个男的就是我根本没有往这方面行 他跟我这样我就会觉得 你在干嘛 哈哈哈 对我就觉得要看女生对这个男生的感觉吧 对 今天其实是女生 来邀请男生的 那男生间的心里他非常的有自信 所以做出了一个这样的举动 其实是一个感情的生活 是一个感情的生活 我们出去的时候 不太敢这样 我觉得 不太好意思这样 你这么怂的吗 不是 因为这种确实还是 我懂了 就是可能你提醒这个女生 你跟她说 你说哎你那个头发乱了 假设这个女生跟你说 嗯那你乱了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播一下 对不对这个意思 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把手机拿出来 然后开那个摄像头 让你自己看 那你 那我真的会生气 感觉很划清界限 我真的很生气 我觉得他们俩是升温最快的一对 他们两个真的很开心 就是一点小事就能哈哈笑半天 对 合适的人在一起就是很开心 天气 天气 今天天气不错 对 今天天气不错 我那天约你天气也不错 对吧 先一个小雨 诶 雨过天气 那天我不是在公司里吗 就是那个温度直接热到 看那个街道 那个街道都扭曲了 哈哈 就是那种扭曲的街道 我知道你说了 是的 哇 我本来想出去中午吃个饭 吓到了 我就又回去点了个外卖 你会觉得工作 比较累吗 每天 会累 但是 但是快乐 对 你应该是摩羯座才对 诶 干嘛 所有星座里就只有摩羯座才能 累并快乐 工作狂 工作狂 我觉得不准确 更准确一点应该是 朝着梦想前进 对 再问一下 什么梦想 就是 我还是有目标的 什么目标 这个 中国那个顶级投资人 这个有点太夸张了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 在我们行业真正做出一些贡献的 因为我看到了很多这个 我的前辈们 他们对于这个整个世界的认知 包括跟人打交道 那种自己散发出来的 魅力 对 很吸引 就是要自己一步一步的做出那些成绩以后 才会有的东西 而不是别人给你的 嗯 我是先去深圳做那个第一份投资的实习 然后当时去了以后 当时跟着那个领导也特别厉害 就他真的特别帅 他能一个人把整个 他们开那个一般立项会 他一个人 他能把整个公司 包括他的所有领导 全部讲得哑口无言 因为他对于那个行业的认知太深了 所以你也想成为那样神闪发光的人 是不是 那肯定 那肯定 但我感觉到你讲到这些 就是关于你的事业 或者关于这些你觉得崇拜的 欣赏的人 你整个人的状态都会不一样 是吗 就是那种有激情 有 其实我没有激情吗 对 平常 就是你对你不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比较沉默 但是讲到这些你比较热爱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比较的 比较活泼 而且讲这些事我觉得跟原很帅 但我每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也很活泼 哎呀 知道了知道了 观察一下吧 他表达的方式我特别喜欢 嗯 该给就给 你工作是什么样的 我工作的时候我一定是非常自信 非常有说服力的 就是我不允许任何人挑战我的逻辑 有点帅 哎 这个词我喜欢 那我听你讲你的行业的时候我也觉得挺帅的 平时不帅 那平时我美吗 还挺美的 哎呀 哎呀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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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嗯 我看了半天我甚至有点微醺了 哈哈哈 哎呦 我收回刚才我觉得撩头发 我觉得恰到好处啊 哈哈哈 甚至我觉得手伸的都短了点 好烦哦 上一句是我觉得你工作很认真 下一句我美吗 你美吗那我帅吗 哎呦 哎呦 我也经常会与人这种交流方式 我当时上一个问题是这样说的 我下一个问题是真的想问我美吗 哈哈哈 你们有发现他们今天的互动的模式 其实很像小朋友 那种互怼那种 像学生时代的那种青涩懵懂的男生女生会做的事情 而且李妮在根源这找到了很好的一个小女孩的情绪需求 所有我想要的你都能给我 就是我终于理解为什么女孩说喜欢幽默的人了 根源就是一个很有目标的男生 而且他很自立 他很清晰自己想要什么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包括他对爱情也是这样 他也是从头到尾一直都在理念 根源太棒了 我们喜欢根源 谢谢师傅 你好 哇这个地方还好看吧 好看吧 请 你坐 我经常路过这个地方 但我从来没有在这个地方吃过饭 好看 他等会上 帮他看看 你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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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哇哦 哎呦 好 你把这个给我 这怎么嫌固 你这是什么口罩 你这是什么口罩 你想吃什么 我想吃海鲜饭 那就要一个海鲜饭 鱿鱼是什么 鱿鱼一小时 你想想吃 有鱿鱼有酸辣 好呀 那我们去再要一个 这个鱿鱼的这个 它什么都是以理念为主 然后甜品你想吃什么 我要吃红色红蛋糕 想这么快 我们还可以要一份薯条吗 嗯 一个薯条 谢谢 我还想来一个吸管 谢谢 笑啥 笑你好看 笑你好看 哎呀 哎呀 我猜到了 啊 我有病 爱你爱到病入膏肓 真的帅你Q